你 原 你告诉我 这是怎么回事 你都知道了 还问呢 我问你怎么回事 干吗那么凶啊 你是孕妇 小心动了胎气 不就是睡了吗 有什么好大劲小怪的 迟早你会知道 什么时候的事 别跟沈三人一样的好吗 嗯 我们俩在一起有一段时间了 他不让我说我就保持沉默 一会儿我就把照片晒了 有一段时间了 骗谁啊 葛墨是绝对不会跟你上床的 你看 我说了你又不信 当然了 这件事也影响到他的心情 他怕被你知道 所以他要解雇我 那我就告诉他 如果解雇我了 我就永远消失 他又犹豫了 他多少还是舍不得的 毕竟在一起这么长时间 还是有感情的啊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你满嘴谎言 跟沈根本就不是你说的那种人 你不要诬蔑他 我只有照片 你要看吗 还有视频呢 视频 你真无耻 你真无耻 大家都一样 可莫持有多高尚啊 我之前之所以不告诉你这些 是怕你伤心难过动了胎气 你知道他为什么要跟你取消婚礼吗 因为在那之前我们俩就好了 在我跟你之间他只能选一个 他又以为你怀了齐树里的孩子 他一想要自己的孩子呀 所以我就告诉他我可以给他生 所以他就动摇了 白卡儿啊 你还是太天真了 居然之前你一直以为 齐树杰是好人一样 结果呢 他还不是背叛你了吗 隔膜池也一样 男人就是这副德行 我们迟早需要摊牌的 所以之前你到面前吓死我都忍了 白卡儿 你别给我装行吗 你就是能装 所以齐树里才把你当小白臭样子宠着 肚子疼 那我们先别装 起来 起来吧 可儿 可儿 没事吧 可儿 你怎么了 你流血了 你怎么了 你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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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碰你 我没有碰你 是你自己刷到的 跟我没有关系 跟我没有关系 坚持住啊 白卡儿 怎么办 咱呢 喂 英植 卡儿睡到了 他流血了 流血 卡儿怎么样了 我们已经在路上了 很快就到 他就是流了很多血 你让他挺住 千万要挺住啊 你现在在哪儿了 恒山路 恒山路口啊 那应该快了 我也出发了 我直接去医院 张师傅 去医院快点 卡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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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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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这样呢 还不出来 孩子不会有事的 不会有事的 那个病人情况很危险 家里特别担心 我们倒开始看看中文能说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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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怎么到得这么晚呢 堵车 堵车 我比你远那么多 你们还比我晚到了四十分钟 怎么回事 路上很堵 堵得一塌糊涂 我已经开得很快了 大夫 怎么样 孕妇怎么样 孩子已经没救了 拿出来了 孕妇大出血 大 现在情况非常危险 必须要马上做子宫切除手术 你们是病人家属吗 家属呢 病人家属在哪儿 赶紧给葛墨池打电话 我昨晚上想了一下 跟米兰的事 应该主动告个口 我觉得也是 黄忠 你觉得呢 先找到证据 证为米兰是在墨池之后 进入公寓的 你什么意思啊 你这怀疑我 我是做律师的 任何情况下只相信正确 大夫 求求您了 能不能不切除子宫啊 他还那么年轻 假如能保住子宫的话 我们肯定会保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 根本就止不住血 输血的速度 还赶不上他流血的速度 必须要先切除子宫 缝合以后才能止住血 再不赶紧手术就没命了 他不接 那怎么办 给他那个经纪人打电话 他们肯定在一起 大夫 求求您了 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要是把子宫接触了 他一辈子都生不了孩子了 大夫 现在是保命第一 你们现在赶紧联系家属 你怎么办 米兰跟我打电话 不接 还是接吧 正好可以探探他的体验 喂 米兰 葛墨石在哪儿 葛墨石在哪儿 你让他赶紧来医院 考儿不行了 必须要家属签字 什么 考儿在医院 在哪个医院 考儿大叔选 必须要你签字 他不行了 你快来医院 你快来 怎么回事啊 孩子没保住 有件事 我下午必须要告诉你 考儿怀的是你的孩子 你之前误会他了 你说 你说什么 他怀的是你的孩子 我的 孩子之前 被查出来心脏有问题 是不介意他生 可是他不听 他非要生 他不敢告诉你实情 他也不让我告诉你 说等孩子生下了之后 再跟你解释 可是没想到会儿 我也是个人 可是没想到会儿 我也是个人 墨诚啊 你要不要也是个小孩 等到你忙完言出 我要给你个惊喜 你跟我说 言完出 你要给我惊喜 你准备怎么样了 准备好啊 到底什么惊喜啊 你说的就不是惊喜啊 惊喜 我已经点小状况 过两天再告诉你 你住的这孩子 到底是谁了 知道你还问什么 孩子 到底是不是我的 孩子不是你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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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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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果池 我现在每天都很幸福 有一个小的生命 在我肚子里慢慢长大 这种感觉 真的很神奇 以后宝宝看到这些照片 他会知道 爸爸妈妈是相爱的 但是爱情的闲心 不是那种